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港人的爱》 欢迎回到《做港人的爱》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贵宾是 台南市电器业职业工会的志工家族的副职党 苏俊明、苏杨智 透过俊明还有杨智两位父子 他们在前面分享给我们 我觉得一个父亲如何手把手带着儿子 从他的专业上一一的去奠基 不管是说他的太太还有他 还有我们今天苏俊明先生的师父 陪着儿子练剑 华山练剑练出了好几个合格征兆 这个都是我认为他对他潜移默化中 慢慢把他带到一个专业技能 其实非常重要的陪伴 所以在修载的现场上也是一样 那么他也把他带到修载现场中 让他看到许许多多 其实困苦个人跟我们可以做的事 我想请问一下苏俊明先生 我们的整个修载案例有很多 你也参与了很多 那您最想讲的案例是什么呢 我想讲我们跨县市的南投 南投好远的路 一个是南投一个是屏东的狮子乡 对你们电器业来讲是真的 这一次你们工程这就多了 对我先讲狮子乡好了 狮子乡去屏东狮子乡 他是一个很原住民的部落 他去的时候我们早上 差不多五六点我们就要出门了 去那边两三个小时 然后去的时候 觉得他们那个部落真的是 蛮困苦的 然后做是到最后他们部落说 因为我们有我们行善短去工作 所以他们部落里面才有 那个赖总统去 还有那个他们从来没有大关去 只有我们那一次他看到 赖副总统 那时候是副总统 了解 对他们很感谢我们过去做 所以你把所有那种台湾的superstar 全部都带到他们的部落现场 他们说他们村庄从来没有那么大人物过去 我们还有那个别的事工的跟我讲说 老师你就不知道 我们那些车开架的时候 演到警察 那种感觉 然后来还握着他们所说 谢谢啦 对对对对 我是想说谢什么 原来就是因为 你们把所有的目光带到他们那个村庄 这有个好处啊 大家看到这个村庄 也许对村庄来讲 他的建设就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其实蛮特别 不过你们水电做那场很累 对很 滚那个水路 对 滚到真的 还有人又不需要让它跪 对 就说他们现在要需要有一个这个签的水管 你可以说一说 那个就是那个我们他是在最里面 对 所以他那个管路要排到最外面去 对 而且像那个花纷尺 而且还是用那个手挖的 对啊 对啊 那个工具没有办法进去 了解了解 所以那一场里头其实也比全副武装机箱 全身绑着啊 那真的是像是一个在演那个电影的那种 迷信帕斯多克这种现场 记得我们回了是下岛 真的是路都没有看到 都看不到路 了解 对 那南投也是远路啦 对 南投那一间就是 也是那个小朋友投书 对 给当初的赖副总统 说他没床可以睡 睡在床底 有四个小朋友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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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惨 然后那个局长就去看现场 对 看现场之后 我们两天就把它完成了 对 因为你们是连续去两天 对 连续去两天 就木工第一天嘛 我们就去配合他 第二天我们就收尾 就去装电灯 了解 还有那个送他一些家具 对 我那个小朋友都跳起来 然后满高兴的 我有看到那个电视上那个画面 因为那个家具是我们从台南关田的二手家具 载过去 大家也想说 自己不知道好吗 结果去真的 这个尺尺寸寸完全麻麻 这是天意的感觉 很特别 你在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四个小孩子一直在期待 对 他的新的那个 对 那个床 其实其实后来持续关怀 还有上次我们的赖总统过去的时候 我也跟着过去 到现在他们小孩子 还有他的阿嬷就是怀着感恩惹性 这是中间的时候呢 他的阿嬷都牵着我 就是拉一拉我的裙子跟我说 老师你知道吗 我这个褚子已经吐到整个都吞起来 我都想说 我每天要祈祷我们家做光神善团 一定要健康 真的就感谢他们 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 难怪人家说 做这种事会感到自己存在跟价值成就感 那如果叫到杨志呢 您印象比较深的会是什么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志工行善团挖花分池 三咖我都挖到了 哎呀真的呀 你真的没学习啊 旁边的比较老一辈的志工们 换了三四个去了 我还在同一个地方继续哦 蛤真的哦 他们累了换手 然后就从头到尾没人要跟我换手 年轻人没有换 想说他那么壮 对不对 印象最深刻的是 岗山那一次挖花分池 那时候刚好冬天很冷 我早上穿了很多衣服 挖到一直拖拖拖到身最后一件短袖 冬天拖到身一件短袖在那边挖花分池 太卖力了 就越挖身体越暖 然后了解 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蛮辛苦的 其实我在有一次常看的就是大年初五 然后那一次呢是杜文堡理事长 我就跟着他们去做常看 其实水定有时候你们做的 那种的地方 轻扭的地方 真是稍微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形容 你看上面呢 也没有清干净 泥垢水垢甚至也许有一些排泄垢 那杜文堡理事长怎么要蹲下去呢 恶化不说 那手怎么拿起来扭 我忍不住拍的那个画面 因为那根本我连光线都看不到 然后量了很久很久 每个尺寸仔细量完之后就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我才发现他是杜文堡理事长 那天其实我们要回去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两个都很感触 我觉得水电在某些时候做有些的细节的东西 确实是非常辛苦 男生的时候不是要去做那个表吗 从后到来就为了处理那个 他要踏到倒下海 倒倒栽 倒倒栽到后 等到他头抬起来的时候我就在想 你赶快投抬起来吧 不会那个血 脑溢血 对真的 然后起来之后头摇一摇 然后就坐在地上说 户有得久 不敢马上站起来 就你说的就是会脑溢血这样子 就想说这些苦其实没有人知道 所以有些时候在写做工行善 人家问我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们这个社会 有一群默默在做这些善良 而且他们承受很多的人 然后他们做的不是为自己 是为别人 为什么不写他们出来呢 这大概就是我的很简单心情 所以我想其实也走这么长一段 我们的做工行善能到现在 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敢说作为一个品牌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我们一个团队 我们证明了我们是可以帮助人 然后是被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还有这个社会除了金钱以外 去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苏俊敏先生 你有没有特别想跟我们讲一句话呢 我是觉得友善可行虚立行 了解 我觉得我说当你在位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要努力去做 但当你不在位的时候 你有时候要做你也不能做 所以我会很积极的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 了解 把它做好 了解 所以对你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最好的实践 善的一个力量跟务实 甚至是效率 善不能处说 对 一定要立行 立行 然后就发现你受惠 我受惠 社会受惠 就很好 那杨志呢 你说呢 我看我爸妈他们在做善事做到最后 其实我不排斥 但是也没有像他们那么的主动 就是他们如果要 他们有跟我说他们要去的话 我基本上我都会参与 对 我觉得反正我能做这件事 我当然是下来座位没关系 是 对我来讲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经验 了解 我很好奇想问你 举话是一位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当 我以前在台南女中当学务主任 那学务主任呢 绝对不敢跟学生讲公民道德 哇你一讲道德 学生就离你三尺远 就说主任 妹妹妹妹是这样子 那我就常常在想 然后呢 其实善良与道德是本分 我一直觉得这样 善良与道德 从来不是拿来当作招牌 它是一种本分 这个本分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 就活得坦然嘛 我面对天面对地 面对我自己 中国人讲天地人 这三个 我没有亏汉 然后呢 我今天呢 我也尽其指责 第三个 我也求其圆满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你的同侪 你会跟他们说我在做做工行善吗 其实我 不会跟他们说 但是因为我的同侪有一些 其实是 也是在水电这方面的 是 他们有时候会看到 一些报章 然后有看到我 他们会来问我 对 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要下来做 真的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我们有一种可能性 让大家觉得其实做一件社会的善 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岛屿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价值 其实蛮感谢 当我在写这五百多位 他呢 有的是修缮现场十个 这个单位 木工 水泥 铝制品 电器 油漆 餐铝 铝蒙川 还有呢 意见的总共是一个单位 加上我们其实 还有老公局后勤的二十五个 这总共五百六十七个人 当我写他们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我们的社会呢 其实 应该 就是一个充满了许多 美好花季的社会 我很喜欢用 世人让风景美丽的来形容 我所书写的每一个人 包括这本书 所以呢 一一检视 我今天这个五百多页 记录这一些的老公们 还有这六十集 请他们一一来这里 讲到讲述他们生命中 为什么参与的缘由 我就觉得 其实人间菩萨到处都是 他们呢 就想法很简单 哪里有需要 我就去哪里 闻生就苦 执心行事 你听到苦的声 你就去了 就是我们刚刚 我们这个书军民所讲的 你有善心 就要去做 成为一个力量 因为这样缘故 才能够变成我们社会 充满了永远的祝福与感动 感谢我们今天的贵宾 那让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 告诉我们说 人间有爱 爱没有门槛 我们要努力去做 那就对了 谢谢台南市电企业职业工会的志工家族 副职党 苏俊明 以及苏杨志 谢谢他们 谢谢 谢谢 本节目